一不扣门 一定要等别人求你 一定要不要犯贱啊同学们 我告诉你 你要他不求你气场就不对 就凭你那点气 你想影响改变他 气场背后都有 你敲我我才回答你 人家没有问你没有开口 或者人家茫茫然不知所措 通通在讨论你在旁边 他们讲的办法 你都不要想话听他们讲什么 听他们讲完以后 没有一个人有结论 这个时候你建议进去 两个建议说不定会听 还有人就是 他知道你有这个本领在身上 他主动来找你 然后你要告诉他之前 你要确定他会按照你的话座 否则的话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刚中 讲一句话讲完 听不听得他 刚中你一句话很严重的话下去 他不听走 你根本不要理他 没有办法就不回来 有的人也有福气 我们一句话刚中他就会回来 有的人就没有办法 毕竟有一句话说 除非人家问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除非人家很诚恳问你 你才告诉他 而且该告诉到什么程度 你就告诉到什么程度 否则的话都是麻烦的事 你读完译经以后 你会非常的清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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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